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特首提交了终极报告 小组提出了18个选项 合共提供超过3200公顷的土地储备 在短中长期选项 最多市民认同棕地发展 而中长期方面 就最多市民支持发展东大鱼都会计划 不过小组主席黄远辉表明 主流民意支持东大鱼都会1000公顷填海计划 不等于支持政府提出的 明日大鱼1700公顷的填海建议 小组已经完成历史使命 希望能够凝聚社会共识 为香港未来开拓土地储备 解决机团住屋需要 越住越挥越富越贫 与其每一次去就住 每一种供应土地的来源 社会上不停的争抑 成立一个由专家领导的小组 就在社会上来一场大变案 在前年成立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 前后花了五个月时间落区进行巡回展览 举办公众论坛和工作坊 收集民间不同自分者对土地供应的建议 除着小组的工作即将结束 也是我们放下土地供应问题争议的时候 工作小组星期一向政府递交最终报告 以为这场土地大辩论正式落幕 但是是否有效收集社会对土地议题的分歧 为香港长远土地供应找到出路呢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建议政府 制定完善和持续的土地供应机制 提出应该右线推行8个短中长期土地选项 预料可以提供大约3,235公顷土地 在收到的问卷和电话调查数据显示 短中期选项最多人支持的是棕地发展 期致是公私营合作发展新界私人农地 和收回部分私人游乐场地契约用地 当中包括局部发展32公顷粉岭高球场用地 学者认为结果是意料之内 其实组成的成员你看到很多都是一些专业界的代表 有部分人士他本身一向以来和政府的看法都很一致 也都排除了一些环保人士 到后期林郑月娥都不介意施政报告先说 报告書都没出来先说了 这些全部都是很有大动性 所以整个讨论都离不开这些范围 在公众咨询期间有团体批评 文卷设计内容似点心指 在有前车之下被市民去选择 不过最负争议的是小组去年4月至9月咨询的时候 只是向市民提出发展1000公顷东大鱼都会填海选项 但是特首林郑月娥在10月施政报告 提出1700公顷明日大鱼远景 被指漠视专责小组咨询工作 小组的成员的的确确听得到这样的扩大规模感到是差异的 还有也都有一些失望 那究竟就是政府怎样说服到社会 为何一个扩大规模更加符合香港的最佳利益 小组成员之一的香港建筑师学会前会长吴永迅 也都对林郑月娥的说法感到失望 是觉得差异的 有些失望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整个的过程就是去收集民意 然后我们去写个报告 给政府考虑 如果我们报告未完成 已经有东西拨取了 对于整个公众参与 那个完整性或者公信力 其实难免是有一些影响 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下的冲击就是 那我们怎样做下去呢 今次小组提出的八个选项中 已收回部分粉岭高球场用地 最受舆论关注 我就听到一些消息 那个消息是直接是土工组 几个成员告诉我 觉得政府今次的表现不是很尋常的 无论在高尔夫球场 私人游乐场地契约的检讨上面 由很早期至中期很大力捍卫 说到不是很可行 去到后期竟然做决定要收回32 加上140都有可能要想的 竟然是没有人出声 支持球会要保留这个球场的 童空组成员又不出声 那给我的感觉 好像大家已经聊了计数了背 都知道大约还有后着的 至于问卷分析显示 在维港以外近岸田海 只有四成九市民支持 为什么小组仍然推荐这个受争议的选项 黄远辉说 问卷由四成九市民选择不算是少数 请注意 如果问卷选择任何一个选项是四十九的时候 并不表示反对的等于五十一 他说维港以外近岸田海 在电话调查有更高百分比支持 电话调查有百分之六十一支持 政府下一步需要的就是 他去看回这个报告的建议 然后落实的政策 要订出一个时间表去执行这些政策 你不能十年做一次这些大辩论 然后又说 而未知,急迫在未知 我觉得这份报告书很不幸 最后的结果是会变成 一个任他初原压扁的民意 政府可能会合适的那些 民意是支持了 说了 不合适的那些他就事而不见 有些少计划了小组 而小组的成员 真的不能排除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 不过继承骑虎到最后 都唯有继续硬着头皮做下去 因为报告始终要交 提交的时候 如何令到小组能够看面下台 也令到不要脱离政府的整体意向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报告书 正正反映了这个妥协性的现实 历时十六个月的土地大辩论结束 政府最终会如何演绎报告内的民意 能不能够打破土地短缺的困局 新年依此 乙士堂未有会开 但元旦当日 就有数以千计市民上街 让我读哪课看下搞哪课 檢学梁振英 檢学梁振英 正月华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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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不少来参加游行的市民 都是不满律政司司长正月华 在决定不检控前独手梁振英 涉取UGL五千万事件中 并没有找独立法律意见 質疑正月华是否放生梁振英 他也不是从一个正当的渠道 和法律应该要走 就像他说了线 律政司一半的做法 去做一个刑事检控决定的时候 是律政司内部自己做决定的 除非那件案件涉及到律政司的一些同事 这样我们才会外判 正月华 你交给一个独立的法律意见去做一个 即是找一个独立的大使去做一个 如果他的意见和律政司是一样 都觉得是不够了的 那世贸社会没有声音出 我唐边鹤翻查回归后 几次涉及前高官和前独手的案件 律政司在决定是否检控之前 都有尋求独立法律意见 好像2003年前才耶良 那从被指偷步买车 时任律政司司长梁爱思 为免令人觉得他偏袒 就授权时任刑事检控专员 江洛士处理 江洛士当时请了一位资深大律师 给意见 之后还因为案件的敏感性 以及公众关注等 再问多位英国御庸大撞 之后的前司长黄仁龙 任内的许试仁案 以及前司长袁国强 任内的曾荫权 林粉强和汤显明案 律政司下决定之前 都有问过独立意见 为了程序上的公义 为了对这件比较敏感的事情 对香港的市民有一个好的交代 我们是转聘了外间独立的刑事资深大律师 那为什么反而郑若华司长 认为没有需要对外寻求法律意见 真正做上庭刑事案件的朋友 都会觉得 众人皆审我独罪 多个我 当堂边学看回律政司 上年二月给立法会的文件 列出了六个情况 律政司会对外寻求法律意见 其中就包括 以免可能被人有偏袒的观感 或者出现利益冲突的问题 前刑事检控专员刚乐士 回复我们的时候都说 郑若华没有理会部门政策 莫名其妙地背离一贯检控程序 令人担心 不过特首林郑月娥就力撑郑司长 他和这件事并不存在有利益冲突 他和梁振英先生是没有一个关系 没有一个利益冲突 也看不到有什么偏颇性 会影响到他的决定 郑司长的解释 未能释取公众疑虑 民主派议员提出 在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开个特别会议 传召郑若华交代不检控梁振英的原因 主席梁美芬否决建议 但是邀请他 在月尾出席委员会的例会 讲下检控政策 但民主派议员就认为 郑若华是有必要出席会议了 律政司不检控梁振英 但又不解释清楚 在一个违反过去的做法下 不检控 其实只会被人的印象就是 梁振英可能真的做错了事 我相信他一定要亲自来认为 如果不是的话 我相信我与我的同事 都会一定提出一个不信任的动议 我唐边学问过律政司 郑若华司长会不会出席会议 不过就没有收回复 以事堂未正式復会 已经闻到阵阵糯味 看来这场火都不会那么容易失灭 自从六名非建制派议员被DQ之后 建制派成功修改议事规则 主席权力增加 令拉布威力大减 到去年 甚至有非建制派议员 被控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理由是妨碍立法会人员执行职务 非建制阵营就批评 梁军燕上任主席之后 作风强硬 但梁军燕就认为 这届行政立法关系有实质改善 这次论证的嘉宾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议员 主席你好 主席你好 我留意到上个月 当立法会议员和主要官员 晨晨咒的时候 你至迟就说很高兴 你会看到行政立法关系有实质的改善 是不是真的这样 事实上是的 因为林郑特首一上任 都说了她有一个新的方向 她真的亲自跟不同党派的议员沟通 上一年是去到23个法案 今次短短三个月都去了9个法案 包括市参加 这个女监局 和保险扣税 这些很多民生的问题 其实议员的分歧是不大 所以行政立法关系是有一个实质的改善 会不会难免 间中也有这些政治议题出来呢 又会再影响了这个政府 和有一部分议员的关系 比如林太 她过个月来立法会一次 答问就很极了 短问短答 但最近那次 就因为有些议员 她一来都没开始就已经在那里吵了 就搞到连那个答问会都进行不到 任何怎样表态 都是要遵守议事规则的 当然她在外面 叫口号等等的东西 这个虽然绿地址都不给的 但是都可以容忍 但是去到议事厅的 这个就是违反议事规则 当然我都希望 每个议题 首先政治议题 能够政府去解释到 给不同党派 尤其是非建制派的知道 是不是短期会有国歌法来 那这条例是怎样 政府是怎样 那等等的东西 都能够亲自政府去 跟非建制派讲了的 得到她的 起码接纳的意见 或者政府有没有保证给她是怎样 那通过的 和议会的秩序都会容易一些 但是当不是的 是要硬厂的 那这个就是困难 你提起国歌法 会不会真的到国歌法 来到立法会的时候 很快来的 大家都知道 就会又是造成一个新的 非建制派议员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我又没有看到 激烈场面出现 我又没有看到 这条法例 但是根据听到的 应该都不会的 因为实际上 国歌法都是一个 如果你尊重国歌的 是没有事的 你要特意去违反 这条法例的 那才有事的 当然最近政府又说 不如在宣誓之前 连到奏国歌 事实上我听到 就说 主要官员 特首主要官员 宣誓前就要的 法官都要的 反过来 当你不让立法会宣誓之前 也会有人说 那你不尊重立法会 所以这些就要政府解释 为何去做 先排 可以说是破天荒第一宗 有立法会议员 是因为他在会议进行的期间 在会议厅里面的行为 是被检控的 而且检控是因为他违反 立法会权利及特权条例 于是有些人就说 权利及特权条例 就是维护议员的权利 那为什么会议员 在会议厅里面 执行职务的时候 会被检控呢 那这件事就引起一些议论 你怎么看法呢 我根据专家说 他又说 权利特权法是保障 议员的言论自由 和他的辩论 发表言论在议会里面 但是是不保障他的行为的 这个专家就叫曾玉成 对吧 那你是我师父 那我就听 但是事实上 权利特权法是说得很清楚的 是任何人如果是阻止立法会人员去执行他的职责 是即属违法 所以这个亦都在五月份的时候 因为事实上太多肢体通胀 也议会立法会的同事很多受伤 那行管会其实都通过了 就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雇主 我们雇主是要给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给我们的同事 所以就会说如果有人受伤 秘书处就要报警 也都解释给议员听 也都提醒他们 三法二章权利特权法有这条条例在 你们有可能是干犯这条条例的阻止 所以这些东西是一早都说完 不是突然间的 除了我们说这个非建制派和特区政府 社会之间的关系 就和这个中联办的关系 都是社会上比较关注的 先排王志民主任 就来到立法会 出席立法会你主持的五宴 我印象看到那天气氛都相当好 也都有一部分非建制派议员都有出席 跟着也都听到 王主任会有意回请议员 现在这件事是否落实 主任透过他的公共人员给了信息 我希望在2月19日 2月19日 即是年宵 元宵那天的五宴 就宴请所有立法会议员 这个就是初步的地点 地点就未定的 请中联办主任就是你开始先的 其实张主任那时都说回请的 不过这个又说不去那里 又不去那里又说回请不好 变成了政治 很可惜 近期还有没有立法会议员到内地考察的计划 或者你有没有计划带一对立法会议员去访问 我们现在就谈着 就效法了上一次去大湾区 我们不如去看看长三角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有个比较 好像大湾区那样 那我们四个panel就去策划 他们想看什么东西 那今次就加上我下去 那现在就安排到应该在4月 这个复活之假期的时间 看一下可不可以安排到 今年10月就是这个70周年国庆 有没有可能我们立法会议员 组团到北京出席国庆活动呢 那你带队去吧 这个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事实上70周年 一个很难得的时间 那也是一个起庆的日子 那如果能够逐步逐步可以安排到 是立法会议员 有个代表团也好 全体立法会议员 能够去北京去参与这件事的 那也都有议员都说 最好就见到领导人了 那这个我想都是一个突破来的 那希望逐步逐步去安排吧 那主席希望2019年如你所愿 立法会多位香港人做事 多谢你的祝福 多谢多谢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